She played the fiddling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 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se out of the bar She shed a cigarette with me Hello 大家好 我是Tully 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大家看到我这副样子就是像一个 吸血鬼中的毒销 毒销中的货 供应的不太接得上那种毒销 一个正常的面部表现吧 今天呢我就 有幸带着这张脸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平时我是怎么化妆的 以及最近有一些新品 我没有怎么试用过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脸的第一感受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其实我好像 从来没有跟大家做过 get ready with me这种内容 因为我自己其实化妆的时候 就是嘴型通常都不太对劲 一般都是 这样在化 我不知道等会儿 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这个嘴型一定向我们交流的内容 就如果我的口型冒犯到你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嘴 化妆的时候那样会比较舒服 那么现在就开始 歪嘴独消 妆容展示环节 首先第一步呢 这个没有什么新品啊 就是我这个月计划 尽可能铁皮的 to face的这个 hand over妆前乳 先涂妆前 护肤我已经全部做过了 微半集这么多 这种妆前就是 不是那种含规的 它上面专门写了 silicon free 然后所以它就可以 比较放肆大胆的涂上脸 就这样 涂上是还蛮水润的 能帮助底妆 在你脸上扒一扒 我把头发搞过去 大家如果要买这个的话 对那个头比较大的宝宝 不是很友好 因为它并不是按头为卖的 每次戴的时候 有一点上吊感 涂个润唇膏 然后之前大家一直有问 我CRD的这款粉底液 用是怎么样 就让视频来回答吧 我的色号是1045Y 是稍微有点偏暗一点的 一个色号 然后它这一支非常大 有50克 应该是很精用的 看看脸粉底 然后呢 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 没有任何流动性的 有点像BB霜那样的膏体 抹开看一下 颜色是这样的 其实比我的手这样抹 是稍微深一点的 但是大家也看到 我的脸的这副碎样了 所以用这个颜色 还可以整体来说 我一般是喜欢 用这种刷子 蛇形刷 把它这样子刷到脸上 刷个七七八八 然后再用美妆蛋 把它点开 刷完全脸就是这样 像涂了一个 又黄又橄榄色的 睡眠面膜一样 然后就美妆蛋 再把它拍开 肉眼看起来 遮瑕特别差的部分 就再来一层试试吧 因为我 没有特别用心地 体验过这款粉底呢 可以看到 现在脸就从一个 毒枭变成了一个病胶 然后呢 它这个粉底液 整个下来 就是有一点 推开比看起来白 然后感觉稍微 有一点厚重 遮瑕力我觉得属于 中偏高一点点 整个下来 妆面是那种 偏雅光一点点的 然后但是它 整个人发着一点点 奇异的橄榄色泽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个本子 这是黄 这是绿 它这个色调 是不是有点黄 又有点绿 但是它 不得不说 非常非常好推啊 就非常顺滑 像在涂什么 睡眠面膜一样的 特别好涂 下面我们就 因为遮瑕什么的 不是什么新品吗 我就一边遮瑕 一边跟大家聊聊天 遮瑕用的是这两个 这个Shellet Tuberi的 魔法遮瑕笔 然后一号色提亮 然后这个NARS的遮瑕蜜 这个Custard 这个颜色遮痘痘 最近我个人 这两三个月吧 对人生还有蛮多感悟的 就是感觉突然 人要到三十 就思考很多 不过当然你思考很多 跟你到到三十无关 就觉得好像 很多事情 有点颠覆了 人生观的那种 并不是说 最近受了什么伤 什么伤也没有受 就是突然感觉 对自己很多方面 都不满意 比如说 觉得我很多方面都 不够努力呀 不爱动脑筋呀 就是感觉你平时 对自己是积月累的 那个不满意 现在一下爆发可爱了 好像觉得自己 这二十多年 长得那个 智商不太够 提亮我一般就涂成这样子 那就边化妆 边跟大家聊聊天吧 昨天 前天 前天我才去参加了一个 朋友的婚礼 特别替他开心 因为我这个朋友 就是属于那种 迟来的收获到了那一份 早就该属于他的幸福 怎么 他的婚礼被我这样一收 成了个狗血剧 人家很幸福的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 爱不爱看婚礼 我自己参加婚礼的时候 特别爱 哭 新娘没有哭 新郎没有哭 新郎新娘的父母 都没有事 全场我第一个有事 我还是一直在台下 摸摸擦泪 然后 我就坐在他们刚好 要上舞台的地方 然后 他爸爸 他晚着爸爸上去 然后他妈妈 去给他揭开面上的那一刻 我就泪流满面 就觉得 很触动吧 就是婚礼上 妈妈看女儿的那种喜悦和开心 跟老公去看你的是不一样的 就看那个妈妈的眼神 有特别多的感触 一下百感交际心头 就我哭了 然后我哭了以后 我老公还在旁边 坐在我右手边 我就拿纸 在这样子默默的擦泪 然后我老公 你怎么了 你干嘛 这样子 就搞得很尴尬 你知道吧 一桌人本来没有别人 没有看到我哭 我只是默默流泪 我是在哭 可是我不想让人看到 然后他突然这样子 就好像搞得 我不想让他们结婚一样那种 没有了 就是 然后我会用这个深色一点的遮瑕 因为最近皮肤太糟糕了 遮的会多一点 遮一下这几个地方 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 就突然觉得灵感枯竭了 视频也不知道拍什么 就是每天都 很想拍出一个很好的内容 呈现给大家 但是 白思不得其 睫毛也想不出来 就很抓狂嘛 然后这段时间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段时间更新频率还可以 就这段时间 好像跟那段时间的感觉 恰恰相反 我那个灵感涌现得特别猛 每天都 就是我这个本子上 写了一堆要拍的东西 但都拍不过来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最近变成一周两更了 就是 想法多的时候 多拍一点 想法少的时候 少拍一点呗 最近就是想法多的时候 像今天我就是觉得 哎呀 大家 抬举我哈 觉得我最近化妆有进步 想看看我怎么化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几个新品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时间的感受 就这样 就觉得不行 这个过程必须假期相机 赶紧拍下来 万一我还没说感受 你们就给 忙买了呢 万一买的 用的不好呢 或者是万一这个东西好 你们不知道呢 是吧 错过和路过 有时候就 这样了 然后整个底妆上完 就是这样子 不能说是完全无瑕 但是效果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我冬天 一般就不定妆 就这样 就习惯性抹脖子 一般就不定妆 一般我到这个步骤 就是画眉毛 画眉毛 我今天想试一试 就是上次火烈鸟 这个盖子 无敌长的眉笔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这个二号色 用用看试一试吧 看它的是我的真命之笔 还是我的雷笔 我感觉我的眉毛 never一样 never 这个眉笔 整个感觉上色度啊 就没刷刷 它的韵染度还可以 唯一就是 颜色有点偏红 你看 不是红眉毛 就有点像 那种皮肤比较红 就是皮肤比较白 然后容易 一情绪到位 就发红的那种皮肤的人 哭过以后 掩藏哭泣过的那种 眉毛 就是这种 让我再给大家看 这个笔盖 你看 从这边拔下来 插到这边以后 这根笔有多长 这个就是一个拽子 也都画上眉毛了吧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过的刚那个 学评书里头 那个拽子 就是 三条大路走中央 从东到西 那个 就是这个笔啊 你把笔盖插到后头 那个拽子 都能画上眉毛 我没有嘲笑拽子的意思啊 完全没有 就是 它生产出来 也是有它的点的 下面就来 画上眼影 眼影 然后打算试用一下 Gitador的这个 七色玩具彩妆盘 然后我挑着颜色 10号 其实这个颜色 我有偷偷摸过了 我本来想第一次 摸给大家看 但是 看到这个颜色 就太激动的想摸 就把它给摸了 不好意思啊 其他的我都没有摸过的 I'm sorry 这个就是它好像 出了不久的新品的颜色吧 一个是偏那种 玫瑰色粉色的 一个是偏这种颜色 这个颜色 我叫星基红棕色 10号色 我觉得 嗯 星基 嗯 又感觉这个配色 这个修容 这个高光 这个腮红 是真的能用的那种颜色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然后我先给大家刷个色吧 因为我也要刷在手上 看一看 怎么画它会比较好 有一点的灵感 星基的灵感 这个就是这七个颜色的刷色 这个是修容 高光 腮红 然后四个眼影 其实摸起来还挺让我惊喜的 尤其是这个颜色 因为一般那种深色 会特别的干色嘛 然后我刚就摸这个的时候 再给大家刷一下 它这个很意外 你看 它是不干色的 而且延展性还很好 这么粗的胳膊 腿一样的胳膊 画的一圈 很意外 然后比较意外的就是 我以为它这个是一个那种 葱片那种意思 就是像 Color Pop里面那个金葱闪片一样 就是很浓重很浓重 然后会比较松散的那种 也不是 它这个摸起来压的还比较实 不会说摸起来掉的到处都是 然后画的话也不是那么浓郁 但是它有底色的亮闪 就这样 就这两个的质地还挺劲道 然后加上这三个颜色 就跟我 就是在它那个宝贝页面 看它的时候一样 是比较惊喜的 就是这个能用 这个能用 这个也能用 那我们就刷色完成以后 上脸试用一下吧 首先我觉得我 虽然说这四个是眼影 但是我想用这个打底试试看 我自己觉得 消肿很消肿啊 这个颜色 然后很好涂开 就是很好晕开 不会说晕不开呀 然后你像我涂完粉底 这边不是有基线吗 我想把那个基线擦掉的话 还是很轻松的 我最近脑海中 你知道吗 有好多好多想拍的视频 还没有拍 有很多新鲜的点子 有一些我常规的点子 就我最近多更新一点 然后明年年头 可能也多更新一点 希望大家记得 还有这个人多来看我两下 我还活着 虽然涨粉长得慢一点 你看眼窝一化重 是不是显得黑眼圈 就没有那么重了 对吧 然后拿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沾它这个红色试试 跟我这个刷感颜色很配 很显色啊 而且你看这种地方 没有掉粉 一涂我觉得好像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 去买那么贵的眼影 这几十块钱的橘朵 也完全够用啊 哇哦 这个红色你可以的 然后想换一把 更小一点的刷子 把它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放到这个 这里试试看 哇 我觉得我的眼睛 深邃了很多 我再稍微晕一晕 我觉得这个可以的 我挺满意的 再加上我的今天这个衣服 我就很 圣诞 很像一棵圣诞树 把这个颜色 放在眼头一下好了 因为我是那种 两眼有点开的那种 有点往折起 那个方向长的 那个眼形 就是如果你这边 不加深的话 就会感觉两眼睛更开 所以我一般都会加深一下 我这一笔加的 是不是有点 随心所欲了 你看我这两边加深了 不止 位置不一样 深浅度也不一样 现在我要掉进 一个灵魂晕染 这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眼距拉近了一点 然后画一下 Science Sine Science Sine 直接用这个色吧 用这个色 因为刚给它的机会比较少嘛 要公平 再稍微加点这个红色吧 因为圣诞节嘛 我想扮演一棵圣诞树 我已经有了棕色的树干 然后来一些红果果 这样的话感觉 我要一头绿发比较匹配呢 但是不太吉利 当然就当我是一棵 不绿的圣诞树 有没有人奇怪 我在看哪 镜头背后是一面镜子 我把这个镜头 放在我的梳妆台上 假装没有这个镜头 我就在化妆这样子 然后我会有一个小心机 我会拿一个特别小 一个干净的唇刷 然后占取这种修容色 稍微地画一下卧彩 就显得眼睛很大 你看我其实这边 有卧彩蛮深的 这边就 因为我的两个脸 长得非常不对称 这边整个下坠一些 然后这个脸罩背也更大一些 就感觉整个脸 你看我很少这边对镜头刷 因为我觉得这边很丑 然后我就想这样子 就感觉这边比较上扬 所以就把它们修得 尽量对称一点 像近视眼没戴眼镜的那种 画完了用一个干净的刷子 随便晕晕 这样子我把卧彩 突出了 就会显得 我的这个眼纹 不是那么明显 就好像这个痕迹是卧彩 对不对 其实脑子我的眼纹 虽然我的眼纹很明显 但是我也不行 我会把卧彩 稍微往前一点 因为我的眼睛太圆了 我就想让它显得 没有那么圆 长一点 就后头 哎呀我的妈呀 我少许的颜料 我忘了 就后半截卧彩 不要包着这个眼型 后半截卧彩就 往这样一点 前半截往前一点 就会显得 红长一点 就是这个卧彩 就会有凝点了 然后呢 点亮灵魂之处 首先呢 我想先 用一个棉棒 用这样一个棉棒 让它这个高光色 提亮一下眼头试试 我跟你讲 这个眼影啊 我估计应该是很持久的 因为刚才我手上这个 在我这个手上抹完以后 它都不掉 然后我有试着去蹭一下这个 你看啊 蹭不干净的 就是 蹭完以后 它也不怎么掉 还是有很多的 然后反正我正常 一个妆的需求 这里面的颜色 我觉得是我用的足够了 就是来走 我现在眼妆 就剩一个提亮眼头 这个提亮眼头色 我很喜欢 真的感觉 我把我的眼距给拉近 然后 再搞一下 我的小卧餐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水门城的那个卧餐 被化成了什么样 这样的时候 平安故事 这样的时候功力倍增 然后点亮时刻 我要擦这个颜色了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颜色 这颜色我感觉跟红色配 还是跟咖色配 都非常的搭 我想加重一点 有没有觉得整个眼妆 有了灵魂 因为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 下面我就迅速补齐一下眼线和睫毛 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夹睫毛的时候 怎么夹的比较翘 就是你这样 把你的睫毛关起来以后 用我来动一下 动出眼窝这样子 然后再往上卷 这个睫毛就会夹得比较靠根部 然后比较翘 然后你其实看起来 瞪得很 那其实这种瞪的程度 也不会让眼皮多么松弛 OK Let's do睫毛膏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涂睫毛膏的视角 然后睫毛跟眼线就补齐了 我一般 因为我下睫毛后半段缺的比较多 所以我一般会用那种 咖啡色的眼线液笔 在涂手补几个下睫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涂手补下睫毛 是美国的一个早期的超模 叫Twiggy 她先第一个使用的 她那个睫毛 我画出来确实很惊人 上一下 这盘里的修容 高光 腮红 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都是我可以用的 那我就先上修容吧 毕竟如果 他们都 这些颜色都能用上 我觉得这盘还是很超值的 毕竟就几十块钱 然后相当于有了好几个东西 如果你化妆品率 不是特别多的话 这些东西真的能用 无限逼近于Forever 就能省不少钱吧 再加上我最近出去比较多 带着盘还是很 果果又是长脑毯子了 加上我最近出门比较多 再加比较少 然后 就比较需要这种 多合一的盘子 然后我现在 一般修容的第一步 就是用一把小刷子 沾这个修容色 把整个下额线画一圈 大家可以看好 我现在这个下额线的 这种清晰程度 这样子 先前这个边 整个画一条 看 这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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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程度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近看 它也不会是突兀的一条线 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 然后小刷子的任务就完成了 之后用 大一点的这种修容刷 哪里胖后 点哪里 就一开始这种 不自然不要紧 先放在这边 反正我一般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 忘记就很尴尬了 你看我 这个脸蛋子 它就很大 脸蛋子小一些了吧 谁让咱长了个 天原地方的脸呢 我预测这一半 我最快空瓶 最快铁皮的 应该是这个修容 我已经打算把它 列入我明年的铁皮计划 因为我觉得这个修容 铁皮我还蛮有信心的 颜色又正 然后量又不是那么太大 然后也够你的刷子 沾进去 这个大小 然后上我最期待的腮红 这个腮红色这样看 还挺得我心的 是那种肉粉色 肉粉色橡皮粉 偏一点点蜜桃色 然后用我最喜欢的腮红刷 腮红刷 Wingost这个 沾一沾 哇 在刷子上很漂亮 这样 你看它这样也不怎么飞 没什么粉 这个上面也没有弹下来 很多粉 我喜欢这个腮红 跟我的耳朵很配 但这个粉底液啊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开始 遮瑕度下降了 你看我这个斑 它又出来了 这扁东西有点往处跑 上高光 不是说 上高光能让人快乐 用这个RT的高光刷 但这个看起来就很美的高光 这个高光完全不飞 完全不飞 所以我觉得这盘 真的给我很惊喜 很全能的感觉 我的妈呀 这么亮的 像镜子一样 这样看没事 这样看 为什么这个高光一刷上脸 我就像一个沸沸一样 一直在 这个真的是 是喜欢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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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就来为今天挑一只口红 因为我今天想画的是那种 比较有圣诞感的妆容 加上配这个眼影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有那种 有圣诞感的红色 比较适合 我挑了几个候选人 第一个是3CE的这个 水唇露 这个 上嘴就是这种雪浆色 那我觉得对比起来 它好像有点粉调 我今天不太想要戴粉调的 然后一个是这个 Give Me Glow的 这其实我去年开箱 开出来到今年 好像几乎就没用过 所以跟个新品 也没什么区别 那这种颜色 那跟今天也不太大 是有点紫灰色 水泥色 然后一个这个 我前一段很喜欢的 White Wild的 这个硬核小细管 红丝绒 那为什么 这只是变色了吗 之前它很红很红的呀 现在怎么感觉 有点眉红 还有一个被选的是 Kiko的这个106 这个我也好久没涂了 我怎么感觉都不太 是我想要的那种 有点暖的红色 但是又不是 特别明显的偏橘 然后最后一个 是我今天尝试的 好久没用的 Mac的这个 Dare You 这个好像稍微大一点 那我涂这个 Mac的Dare You吧 不行 No 我要换口红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那种砖红色的感觉 嗯 现在是我想要的颜色 最后我选了 Smashbox的这个 All Out 中间叠加一点 我特别喜欢的 Pemir Grass的这个 Flash 3 然后达到了我想要的那种 红棕色 然后也特别特别的 显牙白这个颜色 下面我去给大家 试戴一下 我新买的美瞳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 戴棕色的美瞳会更搭 但我今天特别想尝试 这个Clear灰 好久没戴灰色的 戴一下试试吧 那我刚刚又心动了 我的头发 先总结一下 首先我觉得我今天 说的内容 没有我想象的多 因为沉浸在化妆期中 就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 完全在享受化妆 这个过程 然后但也算展示了 我自己的日常妆画法吧 应该是比较轻松好上手的 是任何人的手都能做到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今天体验的三个新品 没有跟大家说过的 首先是这个CID的粉底液 104Y这个色号 首先这个色号 是比较偏黄偏绿 一点点的 如果你的皮肤是很白很粉的话 那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个粉底液 第二呢 我觉得它的妆感是属于 其实脱妆有一点点快 妆效是半雾面的 整个感觉呢 如果你能领到 一堂那个优惠券去买它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的 但是如果你手头 已经有好几瓶 就是中等 不算是特别惊艳 但是也不能说是 有特别大的毛病可挑 第二个呢 就是 诶我的那个大肠杆呢 这盖已经丢了一半啊 这个超长笔盖的 活得一样没比 我觉得它好画程度 跟那种软硬程度 我是非常喜欢的 除了笔盖有点尝试 和拽子用之外 它的那个 各方面我都喜欢 唯一就是这个色号 有一点点偏红 你就画这种红一点 咖啡一点的妆容 我觉得还可以 但如果不是这种妆容的话 就换一个色号比较好 整体来说 这个东西本身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第三个 今天比较惊喜的 真的有惊到 我想去尝试 这个品牌更多的 其实这个橘朵的七色盘 首先是 它这一盘的颜色 对我来说 第一它完全没有积累 每个颜色都可以用到 而且每个颜色 我都很喜欢 深色不卡 亮片不掉 珠光色不飞 你还求什么呢 第二就是 它的持久度 我真的觉得还不错 大家看我画这个妆 也许剪出来很很快 但是我画了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你看我的脸上 是没有掉一粒这个亮片的 然后我刚画的 这么小小的 虽然我知道CT那个也很好用 但是那个毕竟比较贵嘛 所以我自己也没有 下手去尝试过 但我觉得 如果你是学生党 预算不足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然后它除了别的 什么新鲜蓝叶 我也会买着尝试尝试吧 反正我暂时 对它那个支架油 蛮感兴趣的 过年前应该会买两瓶 回来涂涂看 另外我刚发现 它后头有个特别神奇的 就是它这个每个颜色 都能戳掉 就是帮助你拼盘吧 像我最近就是想把 就是我今天对 这几样产品的一个总结 口红能尝试的那么多 没怎么用的 果然冷宫的就是冷宫的 我最爱的 还是我比较常用的这两个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喜欢看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留言弹幕告诉我 或者是你觉得 我有哪方面做的不足的 我也欢迎大家告诉我 我想在这个方面做的更好 那